就说其实爸爸妈妈都是非常的爱你的 就没有受到地区的限制 因为这一天他就到了云南去探访小朋友 一直致力慈善工作的黎明 早前就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亲善大使的身份 随大队去到云南省隆林县 立昂慈欣除了探访一些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家庭之外 他也去到一条偏远的村落视察当地的生活环境 有电啊 对 电视 电视 还有BVD机 不算 还有Pastle 这次来探访我觉得这个村落其实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整个经济状况都比以前好了很多 以前在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会第一次推出这个 SPPA就是一个贷款的支柱的一个计划 当时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参加 他们有的是拿到一千块钱的贷款 那结果在两年后还款 然后再继续贷款 继续去发展他们自己想做的一些就是帮助他们家庭 现在他们以前一年的收入是五六百块人民币吧 现在是一年收入差不多达到两万块 其实就一个家庭 其实整个经济的进步上是我觉得在这个SPPA的计划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见到村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Liang也觉得非常开心 不错新盖的房子 新盖 对啊 好漂亮 现在在这条村里面的居住环境比以前好了很多了 怎么说我觉得 大家好就开心 一句话就开心 真的我觉得开心 帮人这主要是开心 你能够帮助人家 而且在经过这个96年已经差不多十年十几年的时间 我在回来看这边的计划 基本上当初想的是觉得挺大困难的 一千块钱能帮助到多少 但是现在看到成果 其实当初的一千块钱的确是挺大的 Liang这次远道而来村民都表现得非常兴奋 Liang除了跟他们合照留念之外 也带了一些零食给他们 吃过很多落后地方做亲善探访的黎明 你说每次的亲历 也都让他明白做人要知足 一颗一颗好不好 这样子 不要一个人吃 你们想拿着吃 谢谢 OK 不谢 给姐姐姐再见 因为很多时候探访就是 你平常旅游你不会去的地方 你去的也没地方 没酒店住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跟去探访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会令到自己的眼界 可看到世界的东西宽很多 也会令到自己的心里面很平静 第三就是最大的贡献 对我自己就觉得知足 对我自己的心里面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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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自己的心里面很平静